大家好,这里是小川肯定 本期我们来看一部韩国的犯罪动作片《判与无奸》 宋建原始破案率百分百 绰号地狱使者的热血刑警 如今却以肇事逃逸 销毁证据等罪名入狱 他性格火爆,桀骜不逊 刚进监狱就主动挑衅囚犯 在操场上引发了一阵骚乱 当晚宋建遭到了犯人们的权殴 为首的正是曾被宋建逮捕入狱的混混 不过宋建是个难啃的硬骨头 他忍着痛苦叙事待发 抓住机会一口咬住了混混的耳朵 宋建一击得手 挟持混混要求跟监狱长谈话 而监狱长对这种刺头向来都是以暴之暴 监狱里逼宋建南城的人大游人在 但他们都同时惧霸一个人 一个十恶不赦 在监狱称王称霸的狠人 浩哥 宋建被狱警送到浩哥手中整治了一番 却还是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 浩哥一个眼神 小弟们立刻把宋建抬上了切割机 宋建被强行按在工作台上动弹不得 望着那台即将切断他手臂的机器 宋建大惊失色 吓得连忙求饶 浩哥是一小弟挺手 轻描淡写说了句 以后乖乖听话 在被关禁闭期间 宋建从狱警口中了解到 浩哥在监狱 满如帝王般的存在 连监狱长都对他敬畏三分 在这里 浩哥就是王法 监狱长难办的事情 全都是浩哥出手解决 浩哥不是黑帮出身 却比黑帮还厉害 但凡敢和浩哥做对的黑帮 基本都成了光杆司令 老大也成了残废 说到这里 浩哥甚至开始羡慕 和浩哥关在一起的囚犯 那里的囚犯生活又灾 过得极其舒坦 晚上 浩哥向渔官打电起了 像疯子一样的宋建 得知被宋建盯上的人 百分百都逃不了 浩哥觉得 真人做事 滴水不漏 不久 宋建得到释放 被咬伤耳朵的混混 凑到跟前出言不逊 威胁宋建 今晚绝不会好过 却不讲 宋建当即就抽出 遇见了紧困 欲语混混不死不休 正在这时 浩哥走了出来 骚乱的现场 顿时鸦雀无声 没人再敢放肆 浩哥认为 混混以多踢少 有点不地道 亲自做担保 让两人一对一单挑 宋建的连马上承诺 若自己赢了 就转关到浩哥的地盘 每个求是会得到四只炸鸡 犯人们听到炸鸡 正是欢呼雀悦 而混混起虎难下 只能应战 浩哥转头吩咐一一记下 等两人分出胜负 居然堵住照办 决斗刚开始 宋建就占了上风 但神经百战的混混 也不是善茬 一时间 二人你来我往 都吃了不少拳头 不过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经过严格训练的宋建 技高一筹 一个飞腿将后魂踢翻在地 锁定胜局 之后 浩哥真的给犯人们发放了炸鸡 将宋建调到了浩哥地盘的球室 这里的球犯过得很湿滋润 敷面膜 打牌 看书 完全没有犯人该有的样子 而浩哥更是拥有自己的豪华大单间 里面应有尽有 就像家里一样自在 原来 浩哥明面上是个犯人 其实是犯罪集团的大头目 连监狱长都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傀儡 白天他是囚犯 晚上他是屠夫 这座监狱如同巨大的犯罪工厂 四年来作案无数 谁都不会想到 关在监狱里的犯人会出来犯罪 完事后回去继续坐牢 监狱外有个叫金博士的人 专门寻找目标 内部有监狱长负责当中间人 被浩哥从其他监狱挑选高手拉拢过来 投入到各种赚钱的犯罪行动中 其中有医术高超 善于让目标死于意外的医生 请送开保险柜的资深工具研究员 指挥行动的陆军战略科长 还有年薪过异的精肉技师 等各行各业的专家 而送见区区一个小警察 在这里只有擦地打杂的份 某晚浩哥搞来个爆破专家 从一个黑帮的保险柜里 盗走一批毒品 但这次开车的司机受够了犯罪的日子 居然在返回途中跳车而逃 监狱长勃然大怒 却又束手无策 正在这时 心上人的矫正局长突袭监察 监狱长惊恐犯愤 生怕局长查出个所以然来 但是局长似乎有备而来 他直奔浩哥的住处百般刁难 一向身居高位的浩哥自然不甘屈服 他看了眼旁边的剪刀 欲要让局长血剑当场 千军一发之际 宋剑突然敞到这跟狱警怼了起来 紧张的局势瞬间被打破 让浩哥躲过一场麻烦 从此 浩哥对这个小人物开始刮目相看 为了还人情 当晚 浩哥就带宋剑去监狱外吃饭 而且还亲自下厨 酒桌上 浩哥谈起了宋剑地狱使者的外号 浩哥只言让宋剑帮他抓个人 事成后可以得到一亿现金 第二天 宋剑动有以前的线人 很快就打听到 逃跑的那个司机正准备偷渡跑路 当晚他们就抓住了逃犯 监狱里浩哥大手一指 逃犯立马爬上桌子 自己吊死了自己 逃犯心里明白 如果不主动点 会死得更惨 而宋剑也得到了满满一袋钱 从这以后 宋剑渐渐成为了浩哥的头号小弟 这儿原本是一人之下的一号小弟心生不爽 两人在饭桌上起了冲突 浩哥偏袒宋剑 抡起铁板砸向了一号小弟的脑袋 曾和宋剑决斗的混混 早就对浩哥不爽 他串通交好了预警 约见了身手的一号小弟 又要干掉浩哥当上监狱的新老大 某天 金婆是借着给犯人捐赃的理由 带着买主与浩哥交易内外偷盗手的毒品 宋剑看到一号小弟鬼鬼祟祟的样子 便躲到窗边偷看浩哥在做什么勾当 这时混混带着一干小弟闯了心来 浩哥波澜不尽 淡定地摇起一瓢滚油 迫到了准备偷袭的小混混脸上 并顺手将行按到桌上 抄起勺子就往眼睛上招呼 这残忍的手段 让旁边的人大惊失色 谁也不敢妄动 带头的浩哥更是当即跪倒在地 恳求浩哥放他一条狗命 浩哥见状 停手扔掉勺子 骂了一句草包 并要洗手去 但没想到 浩哥突然从背后抽出一把刀 刺向了浩哥 这时宋剑抽出一个废梯撂倒浩哥 但双拳难敌四手 宋剑虽力战多人不落下风 却挡不住背后偷袭 被人勒住了脖子 就在浩哥手中的刀 捅向宋剑的时候 浩哥猛然撑出 将浩哥撞在墙上 同时监狱长带队闯入 制止的暴乱 但在停手的最后一刻 浩哥却狠狠敲了宋剑一闷棍 宋剑昏迷时 回忆起了惨死的哥哥 原来宋剑是个卧底 当初身为记者的哥哥 对这所犯罪监狱起了疑心 还曾多次提醒宋剑着重调查 不久哥哥惨遭恨火 英年早逝 宋剑的上司觉得 这件事不相意外 现场没有目击者 也没有正常线索 应该是有机化的谋杀 经过详细调查 宋剑发现 过去四年来的大多未解案件 都和这所监狱有关 但是这件事牵连甚大 局长不敢查下去 劝宋剑放弃算了 为了揭开谜团 查出哥哥的死因 宋剑决定孤身犯险 亲自进入监狱调查真相 他想方设法 终于接近了权力最大的监狱霸主 了解到 监狱长是唯一的突破口 他为自己安排了 打扫监狱长办公室门前卫生的活 企图找到些蛛丝马迹 而监狱长也不敢永当傀儡 每次都会录下 自己和金博士的谈话 作为有朝一日 对付浩哥的筹骂 火电 宋剑发现了 监狱长藏录音带的暗格 他偷偷潜入 听过录音带 知道了哥哥 确实是被监狱的犯罪集团所害 不料 监狱长中途回来拿东西 二人来了个头碰头 就在宋剑不知作何解释的时候 一个狱警进来说 是他叫宋剑前来打扫的 原来狱警早就发现 宋剑总往办公室偷瞄 而他只认为 宋剑是奠系上了监狱长的钱 果然 贪婪的狱警从宋剑身上搜到了一打钱 他知道监狱长办公室藏着巨额现金 便和宋剑达成协议 以后偷到钱必须分他一份 有了狱警的掩护 宋剑也有了更多机会 这次浩哥遇难 宋剑挺身而出 其实是打算找个机会 将犯罪集团一网打尽 不然就算换了老大 还是会重蹈覆辙 事后 那个篡位未骨的混混 得到了假式机会 但其实 这是浩哥杀人灭口的理由 预警将混混扔到半路 被后面的车直接撞死 然后丢到后备箱拉走 毁尸灭迹 解决了混混 浩哥开始清理叛徒 他不怒自卫 拿着一把锤子对手下说 如果自己乖乖站出来 可饶一死 当浩哥慢慢走近 一号小弟扑通一声轨倒在地 连忙求饶 浩哥用锤子在小弟头上 比划了一下 问现场众人 谁愿意处理这家伙 大家纷纷低头 装作没听见 浩哥骂了句废物 就把任务交给了得宠的宋剑 工作台上 宋剑与切割剂 斩断了一号小弟的手臂 浩哥告诉宋剑 人心要狠 地位才稳 勤贼先擒王 无论面对任何敌人 最快的方法就是 先废了对方的头领 这座监狱 就是浩哥一手建立的新社会 浩哥向宋剑保证 跟他走不吃亏 与此同时 监狱长遭到了 矫正局长的批评 局长直言 短短几年 监狱长的房子变大了 还有了自己的地产 甚至以妻子的名义 购买了别墅 这可不是一件小小的监狱长 所能拥有的财力 监狱长慌了 当即回去给了浩哥假释申请书 想就死散活 那大家都能全身而退 但浩哥岂能轻易放弃 自己一手建立的帝国 最近宋剑发现 浩哥又开始了策划行动 而且是全员参与的大行动 于是宋剑辩解机 将消息送到了队长手上 机会难得 他们必须果断出击 争取一网打尽 但是浩哥这次 并没有去以往的秘密工厂 而是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垃圾厂 原来浩哥派人抓到了矫正局长 只要除掉局长 浩哥就有办法将监狱长推上高位 到时 他会让全国的监狱 都变成自己的地盘 矫正局长下扑的胆 急得连忙讨扰 承诺以后 不会再管浩哥的任何事情 但却还是被沙发国 等了浩哥扔上传送袋 搅进了粉碎机 与此同时 警队突击秘密工厂一无所获 队长准备在浩哥等人返回监狱前 实施拦截抓捕 但警察局长 还把事情闹到不好收拾 强行命令队长 马上收队放弃行动 前不久 浩哥发现队长盯上了金博士 今晚秘密工厂又遭到突然袭击 于是浩哥回到监狱 就派人伏计了下班回家的队长 谨慎的浩哥早就看出 宋建的行动是有点不对劲 他故意问宋建 日本人是照片上的队长 宋建当然不能承认 浩哥随即联系手下干掉队长 然后把电话放到桌上 让宋建听着对面的惨叫声 并说起了他上次杀掉了那个记者 听到这里 宋建再也忍不下去了 又要挟持浩哥逼对面放人 但他刚要动手 就被旁边后面的手下一脚踹飞 这时监狱长得知矫正局长被害 而且暗格里的录音带也丢了一份 监狱长顿感不妙 他超级手奖 准备干掉浩哥保全自己 却不了浩哥眼疾手快 一把夺过枪 反爆了监狱长的头 浩哥当场人民另一名御官担任监狱长 又绝对把黑国扣到宋建头上 罪名是宋建杀了监狱长后 畏罪自杀 就在宋建被吊起来时 一个和宋建交好的犯人 关闭了电闸 现场瞬间漆黑一片 人们也乱作一团 宋建趁乱跑出了大门 随后监狱广播里就传出 宋建杀害监狱长正在越狱 命令值班警卫立即封锁通道 发现宋建可以就地处决 宋建一路跑到浩哥的住处 准备去决一死战 但此时的浩哥正坐在监狱长的位置上 观赏着自己的监狱帝国图置 一怒之下 宋建开始交由点火 转瞬间 火势就已经蔓延到不可控制 火灾急救中心 随即打电话到监狱询问情况 浩哥接起电话 谎称没有事故 话音刚落 宋建就把煤气罐扔进了大火 剧烈的爆炸声惊动了警察 浩哥知道事情没了转机 当局拽断电话线 命令预警即刻关闭监狱大门 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释放全部分人参与救火 此时警察局长无比懊悔 他久久联系不上队长 只能亲自带队赶往监狱 这边 宋建爬上灯塔 打云警卫 向浩哥开枪示威 浩哥面不改色 拉着一根撬棍 进入灯塔反锁上门 与宋建展开了殊死决斗 二人手持武器 激战不休 宋建一时不敌 被揍趴在地 与此同时 警察破门闯入控制了犯人 并警告浩哥放下武器投降 在浩哥破口大骂的时候 宋建趁机偷袭 想要彻底结束战斗 关键时刻 警察局长喊出了他 浩哥刺激宋建 现在不动手 以后可就没机会了 这天底下还没有能关他的监狱 而宋建清楚 自己一旦下了杀手 就成了真正的罪犯 宋建的由于 给了浩哥反击的机会 他抓起一遍碎玻璃刺向宋建 又顺手捡起了旁边的撬棍 这时一堆狙击手的红外线 描在了浩哥身上 浩哥自知已无退路 果断挥起手中的撬棍砸向宋建 狙击手们同时开枪 浩哥被当场击毙 一代霸主就此落幕 之后 所有涉案人员 在宋建的帮助下均已被捕 但根据相关犯人和看守的陈述 宋建是浩哥的得力助手 并积极参与了各项犯罪行为 对此 宋建没有辩驳 坦然承认了罪行 最终 宋建以模范犯人的身份 再次住进了监狱 这部没有女演员的电影 前半部分其实还挺不错的 监狱社会化的设定很有趣 但后面 宋建与浩哥的光速翻脸 太过突然 让人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希望的朋友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